武汉肺炎 最早公开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 李文亮医生因染上新冠病毒肺炎 于当地时间周四、六日并逝 综合中国官方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京报、界面新闻等报道 李文亮当晚九十三十分心跳停止 他年仅三十四岁 留下妻子和五岁的孩子 中国官方媒体在宣布李文亮去世后的两小时内 网络上众多相关帖子遭到删除 多家中国媒体甚至纷纷改口称 李文亮仍处于抢救状态 武汉市中心医院官方微博随后再次发布消息称 我愿演科医生李文亮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感染 尽全力抢救无效 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 对此我们深表痛惜和哀悼 国际卫生组织 通过官方推特网页第一时间对李文亮去世表示哀悼 并感谢他在此次疫情中所做的工作 中国微信疯传转自称为是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红兵社长的类文 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 我们伤痛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 你从来和谣言无缘 却被迫因造谣而拒绝悔过 现在 因为不信你的哨声 你的国家停摆 你的心脏停跳 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 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 洞彻东方 据社旨在美国的文学城网民留言 NIP发表评论指 谁给的权利 宪法 的确 他没有什么上级的授权 他本着玄弧济世之心 冒造谣之险 让百姓发出自己专业领域的警示 这就是英雄 他对这个每天演着上级授权后 才能披露信息荒唐戏码的人间 也许有些失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别担心 这城里城外有良知的人 会记住您 感谢您 您的名字和这个民族其他英雄一样 会青史留名 永垂不朽 自封西雅图市委书记发表评论 称RIF现代的使徒保罗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 英行的路我已行进了 当手的道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你留存 习近平和其他隐瞒疫情官员应该被审判 中共独裁集团隐瞒疫情 错过了治理疫情的黄金时间 还说不会人传人 可防可控可治 不仅坑害了大量无辜的湖北人 还坑害了其他省份中国人和世界各国 据述梅皮怎办发表评论 一个国家只允许一种声音 是一种悲哀 还会导致灾难 很普通的公民行使宪法上 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 很普通的专业人士微信上的一个善意提醒 就可能被一个派出 所以妨碍社会秩序造谣 寻衅滋事而压制并追究刑事责任 神圣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 到了派出所那里 成了废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